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生南路大安圣灵公宴对面的圣家堂 圣家堂是一个很美的圣堂 欢迎你常来能够到这边来祈祷 也可以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我很荣幸今天能够在圣家堂服务 我是饶志成神父 今天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长年期的第28周的星期六的福音 这个福音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路加记载的耶稣跟门徒们说话 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尤其是福音耶稣的生平的时候 我愿意提这样的一个帮助 让大家来看的 就是说耶稣在福音当中谈话的时候 他讲的对象跟他讲的内容有关 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普通群众 他讲的是比较普通的事情 对犹太人讲的时候 他就比较厉害了 因为犹太人懂得福音 懂得圣经 跟门徒们他就很厉害了 所说的厉害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求的很多 因为门徒们跟他在一起三年 等于是他的土地 对土地讲的话 跟对普通人讲的话 应该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承担得起 所以今天耶稣是对门徒们讲的 告诉门徒们在生活当中 要努力的去 不要听人的话 不要太注意别人所做的 要努力在事情当中 去看天主的神的动作 这是一个 刚才说了吗 是一种挑战 对门徒们来讲 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他要求我们 在生活当中 不要只是从自己的角度 来了解事情而已 请注意 我们有时候不要 而是而已 不要只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 天主的话跟人的话 就是有差异 所以我们要懂天主的话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天主的方式 所以耶稣今天跟我们讲的就是说 我们要相信圣神 圣神教导我们 怎么样的来说话 怎么样的来看事 耶稣亚先知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说 天理地多高 我的话 我的言语 我的思想 也离你的看法 你的思想有多远 意思就是说 天主是比我们高 所以当我们要了解天主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想法子 跳出我们自己来 想法子 提升我们 从他的角度来看事 想事 所以这就是 记得 我也曾经提到 郭圣依纳觉 这一位很了不起的一位圣人 他的领袖真的了不起 他就很喜欢讲这句话 我们想法子 从天主的眼光来看事 想事 要从天主的眼光来看事 想事的时候 圣神会帮助我们 我们人还是有限的 所以努力地去找帮助 谁 圣神 天主会给我们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开放的 适合他的 容易懂他的方式 来看 所以 圣神很重要 在我们生活当中 常常要依靠圣神 常常的 不要只依靠自己而已 不要只依靠自己而已 要依靠圣神 就刚才说了 怎么样努力地 从我的角度 提升到他的角度 我相信很多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 我们的看法 有的时候甚至于 不是天主的看法 但是我要努力地去 看天主的看法 比我的看法有价值 所以我喜欢的 不一定是天主喜欢的 我喜欢的 不一定是有价值 那我怎么样地去看到 我喜欢的有价值呢 依靠天主圣神 那接着祈祷 所以很不容易我知道 因为我们很喜欢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似相识 本身不是一件坏事 而且应该从人的角度 来看似相识 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差距 耶稣说了 我的看法 我的思想 跟你的看法 人的看法 人的思想 就是一个差距 所以这个差距 怎么样减少这个差距呢 提升我们自己 依靠圣神 圣神会帮助我们 所以耶稣常常讲 你们 我走了以后 会有圣神来 安慰你们的神来 祂会告诉你们 会让你们想起 我曾经讲过的话 所以耶稣很清楚看到 因为祂也经验到 人的需要 人的软弱 所以很高兴 今天耶稣 借着对门徒们 所讲的话 也帮助我们 也提醒我们 在生活当中 我们不要只是 从人的角度来看事 想事而已 我们要努力的看 天主要的 那么圣神会帮助我们 所以各位 都依靠圣神 祂在